新婚之日,一个小男孩突然拦住花椒 男人的话把众人逗得哈哈大笑 原来当地有个说法 只要让新娘摸孩子的缺牙疤 缺牙疤就能长出新牙 花椒的新娘听到这么说 也忍不住掀开帘子 她玩耳一笑 将鲜鲜玉手伸进男孩嘴里 在她的缺牙上摸了摸 谁能想到那一瞬间 男孩就仿佛像是触电了一般 呆呆地看着新娘不肯离去 生天在两人之间埋下了一颗奇妙的种子 酝酿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情缘 那年鸿姑才16岁 就被父亲以为了你的幸福为由 嫁给了家境殷实的沈家 沈家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酿酒师家 鸿姑嫁过去的十年间 就像所有传统的中国媳妇一样 不仅给傅家生下了四个孩子 还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她本以为这样的生活将是她最终的归宿 可子俩飞来横祸 丈夫有几个人合计着去山上到仙人的墓 结果却被棺材里的毒蝎子给咬了 抬回来时 也是一副奄奄一息的模样 大夫们都说没救了 婆婆却请来个算命的 在那个旧的年代 似乎只要是遇到解决不了的事 就会拉一个人来背锅 而这个人通常是女性 她们需要有人来承担全部的负罪感 让自己好受一些 而红姑就是最佳人选 她的一生也因此改变 为了治好病死的儿子 婆婆立马找了一个木工师傅 可怎料来的正是个年轻小伙 得知对方今天刚晚18岁 婆婆更是满脸的嫌弃 幸好死时 红姑经过院子 婆婆若有所思地看了她一眼 就改变了主意 打算让小伙留下了事实 命运的红线让两人再次相遇 木工小伙石山 就是十年前拦着红姑花轿的男孩 只是时过境迁 他们谁都没有认出彼此 但十年后的红姑 出落的依旧美丽漂亮 家里的工人无不堪地走神 而石山也不例外 干活时总是忍不住朝大看 这天婆婆让红姑杀着鸽子 给儿子补身子 可鸽子挣扎的厉害 红姑也不忍心杀生 于是她便打算将鸽子淹死 以此减少鸽子的痛苦 怎料一个面打吻让鸽子飞走 看这鸽子飞出天井 飞向自由 红姑露出欣慰的笑容 但也因此遭她婆婆的责骂 自打算命地说红姑可夫后 婆婆对她的态度就一落千丈 或许是先任的报应来了 当晚红姑的丈夫就撒手人寰 不得不说算命地算得真准 石山刚做好的寿财 当即就能投入使用 但沈家自从没了男人 尿酒生意也一落千丈 给工人们的工资也越来越少 工人们见状纷纷在寻出炉 唯有年轻的石山留了下来 就这样 石山成了家里唯一的男人 她任劳任怨勤劳能干 仅仅一年 就让这个濒临魄力的家 又重新运转了起来 而她的目的也很简单 因为这样 就可以天天跟红姑在一起 只是红姑对她的感情 却十分单纯 要是我的儿子长大了以后 你像你这么能干 该很好哦 石山听了心里有些不愿 她可不想发展成这样的关系 此时突然天降大雨 红姑因为避雨匆忙 不慎扭伤了脚 石山急忙脱下鞋查看 发现是脚踝脱臼 谁能想到 小木匠竟然连人脚也能修 一下就把红姑的脚踝矫正 而红姑为了感谢石山 拿出手帕给她擦去雨水 而这一次肌肤痴心 愣上石山念念不忘 直到深夜 她透过窗户 看见红姑的房间 却发现红姑在洗澡 窗外经趴着一个猥琐的男人 石山急忙冲上去 可男人却早已逃之夭夭 她向婆婆解释 刚才发生的事 此量婆婆就责怪去红姑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叫你洗澡不要电灯 你是存心想勾引男人呢你 石山好心却办了坏事 就连红姑也不愿意理她了 她怕红姑生气 也只能默默闭嘴干活 此量一个男人却趁石山不在 偷偷站在了红姑的身后 寡妇正在河边洗衣服 一个黑衣男子突然站在身后 吓得寡妇急忙小桃 却被男人拽住拉进河里 她被死死按在河里 只能无助地挣扎 就在千区于发之时 家中的工人及时赶了回来 硬选将男人打倒在地 这个男人死前还偷看过寡妇洗澡 但每次都被石山坏了好事 临走前甚至落下狠话 要好好教训石山一顿 经过这件事 红姑也意识到自己错怪了石山 但石山早就没有放在心上 她希望红姑能改嫁 这样村里的色狼就不会再欺负她了 可说曹操曹操道 上次被石山打跑的男人 带着几个打手拦住了两人的去路 把石山拉下车狠狠打了一顿 直到石山浑身是伤倒地不及 打手们这才肯离去 红姑心疼地将石山抱在怀里 拿出手帕就给她擦拭 怎料石山突然咬住了红姑的手 红姑这才回忆起来 原来石山就是 当年拦自己花椒的男孩 十年前种下的奇妙果子 终于在日后开花结果了 而在得知了这层关系后 石山也不再藏着掖着 她勇敢地向红姑表达爱意 也得到了对方的回应 于是 她想让红姑做自己的花椒 成为自己的新娘 可红姑比石山大了整整十岁 还是个寡妇 这种事传出来必定赠人指点 石山的父亲对此坚决反对 无奈石山又只能请求婆婆成全 她跪在婆婆的房门前 不答应就不起来 但结果也可想而知 你做梦吧你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 很快石山想起红姑的事 就传遍了整个孙子 人们看了那眼神充满了鄙夷 甚至当着他们的面出言嘲笑 后来婆婆为了终结这段虐缘 将红姑改嫁给了一户更富裕的人家 光是彩礼就给了几大乡 今后更是能让红姑过上富足的生活 红姑心灰意冷 父亲曾告诉过她 命运是老天爷安排的 人无法改变 但她不知道的是 此时此刻有一个人 正在努力改变她的命运 红姑改嫁当天 她盖着红盖头等着上花教时 石山突然出现 将新娘给掳走了 18岁小伙 爱上了比自己大10岁的寡妇 为了和她在一起 小伙甚至在寡妇改嫁当天 把她抢走 带着她私奔到了 荒物人烟的山里 他们用草边昏芥 草席铺成昏床 简洞的山洞就是他们的昏房 而石山为了让红姑放心 第二天就立马把她的 这个孩子都接了上来 从此一家六口 对陈氏再无牵挂 他们以山为伴 以水为友 没有世俗的枷锁 也没有流言蜚语 只有最纯粹的幸福和快乐 但这也意味着 他们将要面对最原始的困难 因为几乎与世隔绝 他们的粮食 仅有进山时带了一点 平时只能以野菜虫鸡 唯一的腊肉 只能挂着望眉止渴 看着孩子们 一个个饿得面黄击手 夫妻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 不仅如此 每当夜幕降临 山谷里总会传来野兽的号角 而他们住的山洞 几乎没有任何防御措施 那一刻 石山感到了深深的无助 于是为了妻子和孩子们的生存 石山决定再下山一趟 可红姑一直等到灵清天黑 都没有等到丈夫回来 她站在悬崖边 呼唤着小伙子 那是她对丈夫的爱撑 结果不小心失足摔了下去 好在不久之后 石山回来 发现了躺在一旁的妻子 这件事让石山很惭愧 为了不让妻子再次摔伤 她第一次开始了天梯的修剪 一晨一凿 弃好每一级阶梯 过了一段时间 在全家的努力下 他们的家也有了雏形 他们在山上盖起了自己的茅草屋 还开垮了一片土地 圈养了一群鸡 而红姑的肚子里 也有了两人爱情的结晶 夫妻恩爱 孩子健康 这样的生活让他们很是满足 而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 他们的孩子迫不及待地要出来 可这荒山眼里的根本没有产坡 好在红姑也是个坚强的女人 凭着生过四股娃的景眼 有惊无险地完成了这次分娩 他们给孩子起名十元 小名叫摩牙 象征着他们十年起庙的缘分 一转眼又过去了几年 孩子们渐渐长大 只是那茅草屋却撑不住了 毕竟也不可能住一辈子草屋 于是他们就打算重新建个瓦房 结果在活泥巴的时候 四弟调皮又泥糊的大姐一脸 姐弟俩当即牛打在一起 虽然是弟弟有所在先 可石山却以大的要让着小的喂游 将姐姐教训了一顿 姐姐觉得父亲偏心 于是便夫妻出走 石山和红姑在山上找了很久 可当找到的时候 女儿就倚在牙下没了气息 女儿的离去给了夫妻俩最沉重的打击 石山因此傲悟了一辈子 打那以后 她更加坚定地继续着一件事 她带着愧疚和负责感 一垂一垂地开凿了一层层阶梯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从来没有停过 几年后她终于修好了下山的炉 一间大宝房也修好了 这几年间 红姑又生下了三个孩子 一家九口人过着隐居生活 后来新时代来了 孩子们也长大了 他们不可能跟父母窝在山里一辈子 必须下山读书上学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离开家 作为母亲的红姑气不成声 但离别是人生的常态 孩子们长大后 就去追寻属于自己的人生 读书 当兵 就业 结婚 孩子们一个个从红姑身边离开 原本热闹的家 就只穿在老两口 但石山依旧在进行她的修梯实验 以前是为了妻子 现在 是为了孩子 这条路她修了五十年 钢签都打断了三十六根 整整修齐了六千两百零八个台阶 时间一天天过去 转眼 到了他们上山五十五年纪念日这天 几乎没下过山的红姑 要自这一天跟着丈夫出门 现在山下都大变样了 她想带红姑去看看新世界 过了这个特殊的日子 石山特地用火钱给妻子烫了卷发 还说孩子们要给她冲婚纱 让她当一回老妖精 老夫妻相互掺服着下山 心高采烈地讨论着 与孩子们见面的场景 可走着走着 石山突然一阵疲惫 就地坐下 靠在妻子肩头休息 只是这一闭眼 却再也没有醒来 红姑抱着丈夫哭得喜不成声 明明自己比她大十岁 怎么却是 她先走了呢 石山和红姑的故事 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 爱情天梯就位于重庆市 江金县内 石山对妻子的爱 化作一层层阶梯 坚定不移盘踞山中 竞争着一对的 盗子的情侣 也祝愿每一段爱情 都能迎来最好的结局 喜欢的朋友 记得看看原片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梯